我们节目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准备了一个题板 我们请我们到场的观众朋友们 在这个题板上 写下了他们的梦想 我们一起把这个题板请上来 我们一起看一下 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 他们的梦想 很有意思 这个圈得比较显眼 早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一带一路 哪位 绿京同志是吧 这次十九大之后 我感觉这个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我感觉是应该咱们中华民族的梦想吧 以后国际上的语言 也应该用汉语来代替英语 对不对 实现这种梦想 是咱们最大的理想 对不对 帅哥们 好 您请坐 好 谢谢 华游世界 周寅 铁路工程师 这都不错 希望姑姑早日健康 教书艺人 桃李芬芳 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这叫什么 朱纯瑶 朱纯瑶 人或意识 就是要自由一点 就首先是自己好好学习 然后有一定的能力 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然后希望就是 在自己就是 下不触及道德底线 上不触及法律 然后拥有最大的自由 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 就是想吃好吃的就吃 然后想去旅游就去旅游 就是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还有能力可以照顾好 自己的生活和家人 对 有限度就好 好的 咱们看了这么多 两位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也写在上面吧 对 我以为你可以趴着去 我可以趴着做曲 这还挺累的 好的 两位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也写在上面吧 我以为你可以趴着去 我可以趴着做曲 这还挺累的 好的 我觉得这个都挺接地气的 这个上尔氏写的是 写老百姓爱的歌 上飞林 然后赵林写的是 为中国儿童音乐尽一份力 对 去做国ирately就能 Satan 祝账 写老百姓的茶 谢谢